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今天我代表台湾民众党来登记参选中华民国第16任总统副总统 十年来我发现大家对我的期望越来越高 我感受到的责任也越来越重 在今年五二年我宣布参选以后 从基隆到屏东 我握握每一双手 请听大家的声音 了解大家的期望 我深深感受到 柯文哲应当要是台湾的柯文哲 台湾的柯文哲必须坚定步伐 坚守民主专业价值 来实现众人的期望 蓝白宣布分道扬镳了 民众党总统参选 柯文哲的妈妈也觉得说 自己选也许会更好 而且选民就会觉得谁认真就选谁 一起来听看柯妈妈怎么说 2024总统大选登记倒数中 蓝白搭档揭晓了 双方各自选好副手 准备应战 只是民众党总统参选人 柯文哲的妈妈有话要说 人家如果有方式 有什么人有人真追趟去 叫我们台湾所有的人去查看 整个等会嫁去 会罪罪 罪人 看想得好就算了想 本来不想多发表 但看了23号记者会 蓝白不欢而散 堪称大型分手擂台 蓝营又提到民调数字 这让气氛更加尴尬 啦啦扯扯一个月了 确定分手 民众党一早也公布 副手人选就是新冠公主吴欣盈 只是柯妈妈一听到 登记参选的报正经 吓到说不出话 从蓝白河到蓝白开思 柯妈妈全看在眼里 也直言其实近期选举 真的让她看了 每天心情都很不好 TBI新闻展示明年 顺分新竹采访报道 而国民党也随后公布了 副手人选 由资深媒体员赵绍康出现 我特别跟大家报告 我们副总统 蓝雪人 就是我们最熟悉 也是在我们国民党 最有战力 也带领了一大分国民党 所有的领域代表 所有的领域代表 在各地方 能够凝聚所有的力量 不断的支持国民党 這就是我們最精進 最有能力 最有最努力的 趙紹康副總統 我們歡迎趙紹康 五邊要提的副總統候選人 一起手牽手 新編新 我們守自己的路勇敢前行 然後我們一起為國民黨加油 國民黨團結 國民黨順利 然後我們一起國民黨加油 國民黨 大家也知道這次的選舉很艱苦 我本來一直希望說能夠藍白河 藍白河 但是而且昨天一看到他們三個聚在一起 我心頭一洗覺得有機會了 所以今天上午剛剛正在主席辦公室 我們十一點半到 十點半到 因為十一點 十點半到我還跟侯市長講 我說再打電話給柯文哲 再打電話 所以就在十一點以前 這個侯市長還打電話給柯文哲 沒接嘛 他沒接電話 還是希望做最後的努力 就是說如果他願意回心轉意 那我參不參選根本不重要 那剛剛侯總統參選也講 我真的就是臨為壽命 就臨為壽命 那也知道這個選戰不好打 但是沒關係 這個我一輩子 從來沒有做什麼是容易的事情 容易的事情也從來不會到我身上 從一路走過來 都是要奮戰到底 那我也相信我們會贏 而昨天的最後藍白會談 那麼現場可以說是火藥味十足 甚至是金句連連 我不希望是個無言的結局 在感恩節當天 但何不幸的 好像是無言的結局 藍白和還不知道是不是無言的結局 但藍白會卻是連連金句 尤其是當郭台銘原本以為 只有侯友宜單刀附會 沒想到卻一帶二 郭董話酸到不行 原本就是做上兵的侯友宜 突然拿出柯文哲早上 傳給他的簡訊 念給郭董聽聽 如果Credit要給郭董 直接在他家也可以 不然就找一個飯店都可以 他需要找一個旅遊退選 所以給他面子也是好的 把私人之間的簡訊拿出來念 通常這個是名嘴跟側翼在做的事 不是總統要做的事 再來 這個不能這樣說 我是經過你的同意才練 我同意沒有錯 你也可以不同意 我同意 你也可以不同意 你不要打斷我的話 隔著一幕都能感覺濃濃的火藥味 但這波火氣也在幕僚間炸開 參與者要做發言 應該要予以尊重 謝謝 林涛最近政論節目上的不夠多 因為很重要 所以我們也請黃世兄發言人 能夠尊重所有與會參與者的權益 謝謝 今天在台上的馬前總統 侯市長跟朱主席 因為您的發言覺得相當的尷尬 所以請林涛還是先休息一下 場內炮火連天 但網友說看了只有這種感覺 而昨天這場會談 原本就有邀請國民黨總統參選人侯友宜 沒想到前總統馬英九跟國民黨主席朱立倫也來了 三個人在台上乾坐20分鐘 好不容易等到郭柯出現 兩個人場面又是一度尷尬 讓大家久等了已經等了20分鐘 我們接下來整點都會跟大家提醒 這提醒的應該是還在樓上 遲遲不下來的柯文九跟郭台銘吧 會故意這麼說 是因為國民黨總統參選人侯友宜 跟前總統馬英九 還有國民黨主席朱立倫 已經從下午4點40分就坐在這裡 對著鏡頭也只能保持微笑 看得出來三個人都快笑僵了 終於終於等到郭柯走下來 我想問一下朱主席 他要告訴我這站在哪個立場 沒想到開場就問 沒受邀的朱主席站哪一邊 郭台銘跟以退為進 對待也沒受邀的馬前總統 這個是我告辭對不起 我前馬前總統的事 我是要請請你們來 過來 我是見證人 原則上不發言 馬英九說阿保徐中立 就在藍白討論時 國辦發言人來了這麼一句 真心的不希望藍白 在執著在民調的爭議上 就如同郭董也不會去要求朱主席說 檢視五月份的十幾份民調 千萬不要侮辱五月份的民調 那三份參考民調 是每一份都是真實的 可以經得起所有的考驗 講民調直接點燃 統計學教授朱立倫的火氣 就在藍白談不出結局 六點半散會後 國民黨在黨中央 加開戰場 民眾黨的柯主席 他一直強調 一直認為他是最強的個人 我們需要的是最強的團隊 這是在說國民黨跟柯文哲想的不一樣嗎 乾脆就連飯店錢也算個仔細 只要有需要 我們當然願意全部支付 或是我們各出一半 好好的AA制都可以 都說談錢傷感情 但國民黨會算得這麼輕 可見多少已經動了震怒氣 而其實昨天這場會談 兩個人直接在台上是撕破臉 侯友宜很酸 柯文哲沒有誠信直言要回到 當時簽訂的六點共識 只是柯文哲也表示 組成最強的上選組合才是目的 而且也不一定要藍白河 先看中間攝影機 總統登記倒數最後一天 政府人選還沒搞定 也創下台灣政治史紀錄 侯柯郭三人趕緊會面 只是侯友宜帶了馬豬來了 就讓郭台銘直接開栓 但問題的時候 主桌主要大概都有時間排定 為了重量直接不速之刻 我們需要有時間 必定三方變成五個人 郭台銘想到掃房間談 馬行動跟住主行 我們三人就到樓上去 既然都是公開透明 在這裡也是一樣 趕快一定要樓上 我們開始現在公開來 我也希望公開一些 拒絕密室開房要談就公開講 三方僵持不下 把底線彈出來 談白問題的解決要回到 那六點的生意的過程當中 我們今天樂見 郭董來做湯科 把這個問題做解決 如果組成最強的勝選的組合 這才是我們的目的 另外所謂的在野者 不是只有藍白的 雙方過招各喊各的 侯爺人質疑回到六點共識 以及談不攏的民調就是問題 柯子習同時自己也同意 要誤差範圍就是平手 來看待 何柯配 這些都是白紙黑字 大家要互相有誠信 誠信很重要 直接不演當面嗆聲 藍白河上演分手擂台 馬諸侯三人臉色難堪離開現場 晚間柯文哲確定24號早上11點 要到中選會登記參選總統 藍白破局雙方不歡而散 只是成了兩敗俱傷 TVB的現無愧年宣 台北草報道 很多人都想問 民進黨的總統參選人賴清德 據了解他昨天跑了11個行程 而且他沒有緊盯著藍白河的分手擂台 不過幕僚可是隨時匯報更新進度 也讓賴清德的好心情似乎藏不住 明明是參觀金融展 但賴清德走到哪尖叫聲 看看賴清德近40分鐘的行程 心情看似不錯 旁邊的鄭文燦也是 尤其賴清德台上致詞 除了希望大家能夠發揮水幫雨 魚幫水的功能 未來金融願景藍圖已破壞 畢竟藍白河並並破局 讓賴清德的選情再填優勢 這算是不失禮貌的微笑嗎 據悉前一晚的藍白分手擂台 賴清德人正在跑行程 不過幕僚都有隨時跟賴清德 匯報進度 也難怪第一時間他火力全開 我們看我們的隊長 今天超過幾天 像超公要去哪裡來開花 超過再去 何不容易決定要去開哪裡開花 的時候幾個人要參加 我們要參加幾個小時 結果還有結果 因為我們國家 在進步不是靠橋橋出來 還有臉書也發文 要建設國家帶領國家用橋 是橋不出來的 雨氣三六六 這總統大選再也分裂民進黨 如虎添翼 TVP的新聞 董悠俊秋安柔 台北報導 國外焦點 那您關注到愛爾蘭的首都 爆發反移民敘威 這場敘威起因於當地 時間23號下午的一場攻擊 有一名50多歲的男子 在學校附近持刀攻擊民眾 造成了五個人受傷 其中包括了三名兒童 由於男子疑似是外來移民 瞬間引發當地的反移民情緒 眼前電車車廂陷入火海 濃煙不斷往上竄 另一頭廣場附近 一輛公車也慘遭縱火 或是猛烈公車被燒到幾乎 只剩骨架 愛爾蘭首都都柏林市中心 帕奈爾廣場 當地周五晚間 大批示威者接頭抗議 擋住電車去路 縱火燒車 砸點洩糞 警方出動震爆 雙方爆發激烈衝突 首都街頭大亂群 為下午這起攻擊事件 當地時間二十三號下午 帕奈爾廣場東邊一所小學外 一名五十多歲的男子持刀攻擊學童造成五人受傷 其中一名五歲女童傷勢嚴重 案發後社群平台瘋傳 嫌犯是來自阿爾吉利亞的移民 引爆當地民眾不滿 爆發反移民示威 儘管隨後嫌犯落網 依舊無法平息民眾怒火 不過當局表示 這起攻擊應該與恐攻無關 詳細動機還有待進一步釐清 TVBS新聞緩馴報導 以色列跟哈馬斯的休戰協議進入到最後倒數生肖階段 卡達外交部就宣布了台灣時間今天下午1點開始 雙方休戰停火 到了晚上10點哈馬斯就會釋放第一批的人子 包含了13名的婦女人兒童 以色列也要釋放巴勒斯坦的囚犯 不過在協議生肖之前 雙方仍舊激烈交火燈爭 以軍朝哈馬斯猛力開火 以軍部隊大舉進攻北加薩賈巴利亞難民營 在當地又發現哈馬斯的地道 以軍在賈巴利亞發現四個地道竖井 並且從好幾間臥室包括小孩的房間裡 巡獲大量迫擊炮火箭彈等武器 至於西法醫院的院長 以色列軍方證實人被他們帶走拘留詢問 稱稱因為在醫院裡有廣泛的哈馬斯行動 加薩衛生部則指控以軍事報 不過現在各界最關注的修戰換人質事儀 終於要實施了 在卡達的斡旋下將在台灣時間 周五下午1點開始停火 並在晚上10點釋放第一批人職 以軍再三強調這個協議 只是同時兼顧救人質和打哈馬斯兩個目標 而在協議生效之前 雙方依舊持續互轟 被加薩不斷遭遇空襲 造成超過百人喪生 其中包含一家52口全數罹難 TPPS新聞綜合報導 下週北約組織將在外交部長的會議裡面 原本預計有望可以舉行瑞典的加入儀式 但傳出土耳其無法準時批准瑞典申請 所以無法按照安排舉行儀式 土耳其國會外交修務委員會 上星期延後瑞典加入北約的表決議程 預計最快在下週二才會重啟這項議題的辯論 因此下週二在布魯塞爾舉行的北約外長會議 可能無法讓瑞典在會議當中來正式加入 烏克蘭的廣場革命十周年 當時這場革命是用人民的力量推翻親俄羅斯政權 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接受英國太陽報獨家專訪的時候 就說了他躲過俄羅斯至少五次的暗殺 澤倫斯基幽默地自嘲說就像是確診新冠病毒 多來幾次見怪不怪 俄羅斯坦克發射炮彈 這一回宣稱擊落了 烏克蘭米格29戰機 烏克蘭則聲稱在過去24小時之內 攻擊俄羅斯哨所 烏爾開打一年有273天 烏克蘭迎來廣場革命的十周年紀念 當年警方在街頭朝示威者發射時代 烏克蘭首都基辅的獨立廣場 這裡可以說是紀念烏克蘭親歐抗惡真民主的抗爭起點 10年前2013年11月21號 親俄的烏克蘭總統雅努科維奇 終止和歐盟簽署政治和自由貿易協定 引爆全國大抗議 當時在基辅的飯店還臨時變成了急救室 外頭示威者用鐵皮架洗小圍牆朝警方丟石頭自製的爆裂物 場面混亂 當時不管日夜獨立廣場的紀念碑周圍都是煙消瀰漫 烏克蘭民眾全力抗惡 在經歷了四個多月的抗爭後 一百多名的抗議者身亡 最終結果是親俄的總統雅努科維奇 逃亡到俄國投奔普親 而現在普親卻用政變來形容這場革命 不甩普親的態度 烏克蘭的總統澤倫斯基說 早在十年前他們就跨出了反攻的第一步 10年後烏克蘭早就擴下抗惡的種子 確實如此 在俄羅斯去年對烏克蘭開戰後 畫面上這位名叫Roman的24歲士兵 他馬上自願上前線 因為他早在16歲的時候 就已經參加了廣場革命 結果卻不幸在這一次的俄烏戰爭中 去年的6月8號 Roman戰死在武東前線 他的爸爸也是自願入伍的 還特別跟單位請假一天 在廣場革命的紀念日的時候 來看看孩子 烏克蘭10年前10年後都在抗惡 為的就是要確保烏克蘭能走上 加入歐盟的道路 歐盟的27個成員國 將在12月的時候舉行高峰會 會中他們將決定是否要允許 烏克蘭展開入盟談判 在紀伊爾10年後的開始 是在歐盟的戰爭 去參加歐盟聯盟 整個戰爭的戰爭 到現在的戰爭 但這次的戰爭很高 因為這國家 為全身的存在 烏克蘭的總統 泽倫斯基還向媒體爆料 開戰以來 他至少躲過俄羅斯五次暗殺 還說這種經驗就像確診新冠病毒一樣 第一次很可怕 之後就見怪不怪 只不過烏克蘭現在也不是唯一一個 和俄羅斯敵對的臨近國家 分蘭就指控俄羅斯 刻意把難民帶到了邊界來 要指使他們進入到芬蘭 而且這數量越來越多 這個月已經破600人 因此芬蘭總理宣布 24號開始將關閉所有 對俄羅斯邊境管制戰 他們批評俄羅斯試圖破壞芬蘭邊境 兩國已經正式槓上 TVBS新聞綜合報導 美國跟菲律賓時隔7年 重新展開聯合海空巡邏任務 由於這巡邏的範圍 最北端距離台灣只有100公里的雅米島 引發大陸高度的不安 美軍P-8A海神巡邏機 抵達菲律賓克拉克空軍基地 展開為期三天的美飛聯合海空巡邏 我們不允許拍攝P-8A Poseidon 並不允許拍攝器 或甚至電腦電話 在記者的談論上 一張紙紙和紙紙的 這次行動當然劍指中共 因為解放軍近期 頻頻在南海藉故挑釁 上個月22號 中國海警船和民兵船 在仁愛礁海域碰撞菲律賓船隻 驚險盡頭引發全球震驚 中國一直以來都宣稱擁有仁愛交集 南沙群島海域的主權 這個月11號還變本加利包圍菲律賓船隻 一口氣派出38艘船 攔截菲律賓補給船 為了捍衛南海自由航行權 美國因此和菲律賓展開聯合巡邏 一個很大的狀況 我們會有機會 展示我們在這個印度洛西區 我們在這裡 我們願意擁有 擁有這些聯合 和保障這些聯合 保障所有人都會 在國際法律上 美國方面派出獨立及 禁案作戰艦吉佛茲號 P-8A海上巡邏機和F-15戰機 而菲律賓方面則出動 三艘海軍艦艇 兩架FA-50戰機和一架 A-29B超級巨嘴鳥輕型攻擊機 中方已向非美兩國表明了立場 非美聯合巡邏 不得損害中國的領土主權和海洋權益 對於美飛的動作 大陸極跳腳 因為這次海空巡邏的位置 從最北邊巴丹群島的亞米島開始 這個地方距離台灣只有100公里 為了反制大陸海事局 隨後發布船隻禁止駛入的公告 理由是22號和23號 要在南海展開軍事訓練 美國和菲律賓之間的聯合海空巡邏 時隔七年再次啟動 說明小馬克思政府 在南海問題上 引入美國的步子是越賣越大了 問題近期對中國軍方不滿的 可不止美國和菲律賓 澳洲日前也發生巡防艦的潛水員 在清理螺旋槳魚網時遭強行靠近的解放軍寧波號 啟動水底聲納導致潛水員耳膜受傷 共軍危險動作不斷在空中也不例外 這也不是共機第一次危險逼近 中共軍事野心不勃 甚至傳出想組建第五軍種 南國早報引述大陸一篇論文報導指出 雖然確切建立的時間還不清楚 但進空領域已是兵家必爭之地 包含伊朗及俄羅斯甚至北韓都在研發幾因素飛彈 大陸甚至想獨創軍種搶先布局進空作戰 北韓全空發射首枚軍事偵察衛星 領導人金正恩帶著女兒金主艾到訪 這國家航太總局 強調這發射衛星是出於正當防衛 金正恩穿著皮衣戴著一身黑色大衣的金主艾 現身在北韓國家航空航太技術總局 他認為新型火箭簽名碼1號升空 就是預告北韓進入太空強國的時代 強調對北韓來講 擁有偵察衛星是行使正當防衛權 絲毫不能讓步 時刻也當然就不能停止 先回到新聞現場要帶您關注到 紐約市長亞當斯被指控30年前性侵一名女同事 但亞當斯是堅決地否認 根據媒體報導 有一名女性提出民事訴訟 表示亞當斯共同為紐約市府工作的時候 遭到亞當斯的性侵 求成至少500萬美元 亞當斯極力否認這項指控 而且說他不認識原告 而且強調他不會對任何人造成人身傷害 由於紐約州去年通過成人繳倖存者的法律 給年代久遠的性侵受害人一年的時間可以提出訴訟 而這個法律將在週五到期 因此目前是湧入了大量的案件 而帶您看到生活話題 就在昨天藍白鍋三方會談不歡而散之後 原本說要密室會談的 軍約飯店2538號房現在也一夕爆紅 很多人都好奇這套房內部到底有多豪華 一起帶您來看看 藍白鍋會談破局 不過他們原本要在飯店房間密談的這間2538房 還是一夕爆紅 到底裡頭有多豪華 帶您來開箱 占地67坪的總統套房氣派十足 入住還能享私人管家VIP服務 會議室主桌大約10人座 此外也有辦公室廚房 甚至還有空間放了一台大鋼琴 衛浴搭配按摩浴缸 每晚定價高達18萬元 鎮上喜歡用這家飯店的原因是 第一個老品牌 空間也比較大 那還有它的服務 也按照日本一些所謂的 那種所謂的標準服務來做 而2538這組數字 也被許多民眾當成發財密碼 紛紛來到投注站下注 畢竟大樂透連港時期 24號晚間投獎上看3億元 但下注人數太多 還傳出台彩一度 將四星彩正彩主彩都封牌的狀況 很好笑 反正台灣都是這樣 你有這個基因 你隨便簽就會中 你沒那個基因 再好的牌 你簽下去 一樣不會中 如果要買一些比較特殊的號碼 建議是早上的時候 或中午的時候 就要趕快買 才不會等到晚上的時候封牌 另外還有眼尖的民眾發現 2538這組數字 竟然和先前爆出公安意外的 機台建設股票代號2538相同 直呼難道是凶兆嗎 是不是暗示會垮呢 全戰進展變化多 也連帶炒熱相關商機和話題 TV的新聞 新聞下的劉璇 台北怎麼到 2016四足之格賽 是回到了台北的田徑廠 但養護單位體育局已經封管半年 足協臨時要租借 經過FIFA的場刊確認之後 還是決定要租 但是賽事當天卻被炮轟 這足球的草皮也太黃了 場上還到處都是黑圖補丁 2026世界杯 即2027亞洲杯資格賽 回到台北田徑廠舉行 但球場的草地卻被形容殘破不堪 足球員在場上奔跑 但草地上原本該是綠油油的一片 卻看到補丁黑黑的東一塊西一塊 以及草皮泛黃 FIFA國際賽事場地畫面透過轉播 直接放送到國外 讓不少球迷生氣直呼丟臉丟大了 光是從外觀來看的話 那天的狀況確實不理想 當然你說FIFA它還是會 並沒有足跡比賽 我們並不是一個很落後 或者很貧窮的國家 那既然我們參加了國際大賽 就應該提供一個 比較相對良好的環境來比賽 目前田徑廠周遭還是用微禮關閉 台北市體育局解釋 從5月5號到11月27號 正在進行草坪養護 要增加草電層 因此停止足用 不過足鞋臨時商界之後 FIFA也有進行場地會開 在了解狀況還是決定要租用 只是部分不平整的地面 用黑沙土鋪設 還有天后因素造成草的碎屑變黃 才讓視覺角度呈現黑色 及青黃色 因為現在已經進入冬天了 可能你沒有提早準備說 利用這個黑麥草去替代 原本比較適合在夏天生長的 白木打的時候 它的這個草的顏色就會不那麼健康 球評也說足球場地的使用 除了平整度 也看土的軟硬度 以及草的長短 還有草的顏色也會納入 各種細節緩緩相扣 而且台北田徑場 過去甚至有更糟的情況 只是說場地沒有危機球員生命 基本上就能照常舉行 目前田徑場已經封管半年 如何再次完整呈現草皮 可能還得靠施工單位 持續趕工進行 北台灣降溫有感 高溫一口氣掉了7度 這波東北風影響到 週五 週六兩天 水氣增加不排除下段 降雨 但下一波的東北風更強 最冷的時間會落在下週二 週三低溫下探13度 週五一早 日本服飾品牌店門口 集滿大約200人排隊 11點一到開門營業 所有人全都往樓上衝 就是為了這些限量商品 秋冬衣聯名 找來英國品牌合作 推出毛衣 披襟 針織帽 手套和發熱襪 共有綠 藍 橘灰四個顏色 實體DN季出現購令 民眾把毛衣 毛帽 圍巾等 想要的顏色往購物藍塞 開賣這天北台灣降溫有感 週五本島平地最低溫 出現在苗裡只有12.8度 第一波的東北季風影響 就會在今天明天兩天 那影響的主要就是北台灣的部分 那禮拜一的晚上之後 可以看到下一波東北季風 就開始增強 那影響的時間也會比較長 一直到禮拜四甚至禮拜五之後 週五 週六兩天 大臺北 桃園山區 東北部以及東部 隨氣增多有局部短暫雨的機會 但降溫幅度有限 下一波東北季風下週一報導 強度可能直逼大陸冷氣團等級 最冷時段在週二晚間到週三清晨 最低溫下炭13度 禮拜一之後 它的系統來講是比較偏乾的 所以冷空氣的強度可能跟這一波接近 但是因為比較乾的關係 對北台灣來說日夜溫差會加大 那清晨可能還有些 輻射冷卻效應的影響 不過也因為東北風境外的污染物移入 空瓶指標在週五的上午10點 西半部亮局燈對敏感族群不健康 另外新北三重 桃園觀音 馬祖和金門 則是亮空屋紅燈 對所有族群不健康 連續三天 霧霾席台 過敏族群得特別小心 戶外活動要記得戴好口罩 取緣新聞總部報導 今天是黑色星期五 各大業者也看見了商機祭出優惠 美式賣場有鑽石手鍊下殺萬元 黃金優惠5500元 雖然比起市價貴了一點 但是還是被搶光光 也有網購平台要搶商機 推出4K的電視值降萬元 名牌包也有六折優惠 美式賣場的黑色星期五優惠活動 進入到第五波 而今天提早到早上8點就開門 一開始就可以看到 有不少的採購人潮 即使天空飄起小雨 還是不解民眾搶便宜的決心 美式賣場陸續都有人潮 進進出出 9點就開了 我平常嘛 差不多三四千四五千這樣 今天特別多 六千多塊 我覺得現在的人潮 沒有遺忘那麼多 不然以前的話 都會提早 都會這邊都會排隊 搶便宜 手腳要快 還有民眾將整個購物車 塞滿衣服鞋子 也有人趁著貓罐頭 下殺一百四十元 狂掃二十盒 因應超大需求 店員來回補貨 而這波活動 值得關注到的是 2.5克拉的鑽石手鏈 下殺一萬五 24K黃金的玉米鏈 下殺五千五 不過實際查看黃金牌價 玉米鏈一條大約45公克 大約等於一兩二 以台銀的牌價換算 售價約九萬三 美式賣場的黃金 雖然比市價貴 但還是被搶光 黑五商機大 網購業者也要來搶 這個平台推出電競筆電 4K電視值降萬元 生活用品最低一元起 還有業者祭出電競指定品最低四折 防水靴下殺五六折 另一個網購則是有名牌包六折 以及美妝保養品五折優惠 黑五優惠週六週日還有兩天 消費者關注還會再有什麼好康 各大業者全力備戰飲商機 特別新聞新聞 歡迎回到新聞現場 巴黎奧運到暑季時 法國軍方表示將派遣上萬名士兵 協助相關的安全工作 可是巴黎市長卻表示 相關的交通運輸系統 可能趕不上奧運來舉辦 巴黎市長伊達哥就說了 奧運所有場館設備到時候都會準備就緒 只不過交通以及遊民的問題可能會趕不上腳步 也達不到巴黎人期望的舒適和準時 而且火車班次可能也不夠引發政敵抨擊 法國軍方則是表態到時候會派一萬五千人協助安全工作 其中一萬名兵力將會部署在巴黎 剩餘則是在巴黎周邊 歡迎回到新聞現場 美國的感恩節除了有梅西百貨大遊行 提早進行的黑色星期五購物之外 現在全美各大機場也從前幾天就擠爆了 滿滿的車流人潮和大小心力 在感恩節的前一天塞爆全美各大機場 當中還得空出一塊讓工會罷工的區域 根據全美汽車協會 從週三到週日 預計有五千五百多萬名美國人搭飛機 開車和鐵路回家過節 比去年同期多出百分之二點三 反觀自駕的美國民眾渴望能選上一筆 因為石油輸出國組織和盟友的OPEC Plus 宣布要延後召開減產會議 消息一出拖累國際油價下滑百分之四 預計將帶動全美汽油價格再回落 至於美國各家航空信心十足 不會再重演去年耶誕節 西南航空航班癱瘓的慘況 截至週三中午 全美機場只通報七個航班取消 三百六十一個半次延遲 但氣象專家拋出警訊 包括美國都按大半個南部 預計將遭遇一場雷暴襲擊 而在西岸北部以及蒙大拿州 懷俄明州和愛達河州等洛基山脈中部 則會迎來新的暴風雪 尤其另一波尖峰翻工潮的周日當天 預計又有近三百萬人有入機場 將成為美國運輸安全管理局 二十年監測紀錄以來最高數字 民眾無謂風雨還準備參加一年一度的 梅西百貨大遊行 因為有皮卡丘 麥當勞叔叔等 二十五個知名卡通人物的巨型氣球 加上三十一台花車 在感恩節當天列隊登場 除了全美的機場和街道 過幾人潮也湧現在連鎖大賣場 男女老少擠破頭 就是為了把一年當中最實惠的價格搶到手 特別是家電 像是電視串流播放器下沙五折 七十寸智慧電視現砍兩百美金 一台和台幣一萬有找 就連掃地機器人也大降價 原本感恩節隔天才會登場的 黑色星期五購物日 今年成了購物月 不但提早好幾天開跑 並往後延長到網路星期一 部分活力還分散到網路上 但分析師表示 今年大家的手頭比較緊 預估只有1億3000多萬名美國人提早購物 比去年少了近7000萬人 使得店內銷售同步減少3.5% 不過網路銷售額可能會成長近6% 達到96億美元 不只消費者買得心滿一足 投資人也能安心過節 因為週三 感恩節休市前的最後一個交易日 市場看好聯準會的升息大業 告一段落 激勵美股三大指數全面收紅 從民生消費到股市油市 偷偷籠罩在過節氛圍中 TVB的新聞綜合報導 大陸城市流行的鄉村咖啡市場 稱為村咖 現在也成為了大陸年輕人 最喜歡去的熱門打卡景點 讓他們很受歡迎 一群又一群 平均年齡30歲以下的男男女女 東橋西橋對著鏡頭 擺出心中最滿意的姿勢 她們盡情拍照打卡的舞台 是大陸時下年輕人 放鬆的新勝地村咖 意思是開在鄉村裡的咖啡館 就是我拍一個外的這樣 短裙 小洋裝 美美出場是基本 必要時拿些道具當輔助 拍起來更有意境 在初冬時節 我們造訪浙江安吉縣 最紅村咖之一深藍計畫 負責人說 這間由廢系礦場改建的咖啡館 營業一年多 客流累計突破60萬人次 單日最高階客數 逼近8000 整一個礦坑從高處 用無人機拍它的手 它其實是一個愛心的形狀 村咖要成功 關鍵元素得有高顏值 自然景觀 用無人機鏡頭俯瞰 深藍計畫所在地 原本是一座9000多瓶的礦場 碧藍的湖泊 是礦坑廢棄後才積水成湖 和一旁冷烈俊俏的岩石組合 被遊客冠上 安吉小冰島的封號 在做底層裸機的時候 並不是賣咖啡 也沒有人會因為一杯咖啡 擾到這裡 它更多的是大自然賦予的這些景色 穿著帥氣皮外套的陳硕青 是村咖深藍計畫的負責人 只有30歲 陳氏小學老師的他 2022年放下穩定工作 帶著一群20幾歲的年輕創業團隊 花18天把閒置廢墟改建成 往紅村咖 城市容不下靈魂 鄉村容不下肉體 那我們就無非就在這個地方 去找一個平衡 安吉這樣的一個 它有一個地理位置的交通優勢 它可能到南京 到蘇州 到杭州 到上海 只需要兩個小時 三個小時的交通圈 浙江安吉縣搭高鐵兩小時能到上海 離杭州更近只要一小時 距離城市很近 但過去經濟收入主要靠農產品 被稱為白茶之香和大陸竹香 陳硕青團隊進駐後 活用地理位置優勢 再用咖啡當引入人流的工具 吸引年輕遊客和招募青年求職者 安吉旋轉90度 先把這個蒸氣棒進行預熱 這是你的兩杯熱拿鐵 陳康24歲 2023年畢業找工作 沒想著往大城市擠 加入深藍團隊是因為他認為 在鄉村創業更自由也更有挑戰性 他身旁的小夥伴27歲 到村咖工作前在飯店做管理職務 我會比較焦慮就是說可能不太適合自己的一份工作 就可能因為我們現在比較喜歡的就是 就像類似於這種可以有自己發揮的空間 沒有說那種有條條框枉的規章制度約束著我 在經濟復甦期談起選工作 這些年輕人分享錢當然還是很重要 但在巨大的生活壓力下 他們更傾向於在收入和理想價值 以及生活品質上找到平衡 以前的公司的話就是說他們需要什麼你就去做什麼 你自己的一些想法可能得不到實現 然後公司可能也不需要你這些想法 很多同學他們現在大部分有一些好一點的去北上廣那邊工作的話 工資是高但是住房交通各方面生活壓力都很大 你可能交完房租之後剩下沒多少了 安吉縣長出人口不到60萬 但當地有超過300家咖啡館 在競爭越來越激烈的情況之下 有著自然風景開在村裡的咖啡館 成為許多消費者願意花更多錢來紓壓療癒的地方 販售情緒價值成為大陸疫情後旅遊業的創新突破點 村咖各個角落一句又一句的文青標語 目的是滿足年輕上班族在日常生活中難以感受到的慢活還有正能量 品嘗一杯酸苦美食時還能相信眼前仍有失於遠方 在大城市久了之後就偶爾就想那心情放鬆一下你知道吧 就是每天太燥了就過來安靜一下 現在工作壓力大家都蠻大的 就有時間就會想來就是放慢生活感受一下就解壓吧 大陸調查數據顯示 2025年咖啡市場規模將破照人民幣 越來越多業者加入村咖投資 但偏遠山區鄉村湖邊的咖啡館建設 也引起官方提醒 沒有發展成熟的景點盲目跟風蓋村咖 存在一定的安全隱患 TVBS新聞程序林敏珍 浙江安吉採訪報導 TVBS 松山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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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